可見泰國人的腳真重 泰國拳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比較硬 開胯再收胯 來呀來呀 你看兩個人都在耍 差一點重 還好王愛門倒得快 不然這下頭就被踢翻了 平權 很好 有機會 接著打 這個勒斯拉雖然說有時候看起來不在乎 其實也能擊倒他 對他在展現抗擊打能力 其實沒有啊 你不是金正照鐵布山啊 對 他只把下巴 接著王愛門抓緊時間接著再打一個組合 是是是 哇 又中下巴了 接著打 這時候的反應比較慢 接著打 哇 超級塞亞人出來了 對 抓反擊反擊 現在勒斯拉在抓 躲掉了 吸狀 接著打不要退 這個退距離就沒有了 有些選手很會打這個反手反擊 這個你看 哇 直接的吸撞 幾個重拳 加一個上高拳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影響 今天呢王愛門的拳打得不錯 對 好 那只是你看勒斯拉下巴縮得很緊 一直往內縮 減少被你打到的一個機會 對 好 往外門繼續往前停 他想做一個摔法 但是呢被勒斯拉試破了 勒斯拉真的是老摔老江湖 啊 反而他那個帶摔 影響 他這個 某種影響 他這種比較自如的神態 會影響裁判的看法 你看 哇 真的是蝴蝶式的步伐 手臂需要放到下方 比較 比較利於他自己的做一些協調性 啊 又做空中的一些玩法 剛剛技術都打得比較好 你看 一個高邊腿 打完之後 沒中 好 而且這個王萬本的反擊 相當好 對 這個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後牙 後牙完已經沒得躲了 就往前 你看這個王萬本 連續幾個反擊 他只是輕輕弄一下 這個 這個 反賽已經爐火存進 對 你看他漂亮啊 直接肩膀頂搭 往後一推 破獻的是 藍棒 And the winner is the world champion Rushina From the blue corner 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 昆仑爵大賽的創始人 江華先生 為獲勝的選手頒獎 好 好